突然有野蜜蜂跑空蜂箱驻巢了 哇 真的啊 咱们家又多了一项蜂蜜可以吃了 好烟 好烟 堂堂 你先等着 爸爸去给你拿蜂蜜 好 随后陈锋去老蜂箱里头 取出了一块蜂蜜 然后递给堂堂 来 给你 快吃吧 爸爸 里面还有那些不吃吗 好好好 那爸爸先弄这一箱的下来 给你囤着吃 嗯嗯 爸爸真好 没一会望族跑不来找堂堂来玩了 堂堂走 我带你去找人玩 去哪里玩呀 去找嘉诚 找他同学 好呀 不一会就见到嘉诚和一个陌生孩子 堂堂 你们来了 堂堂 这个是我的同学 叫何君 何君 这是堂堂哦 何君家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你等会要跟我们去吗 好呀 好呀 堂堂想去 堂堂喜欢好玩的 那我们一起吧 反正不远呢 好哦 奶奶 我等会去何君家里玩 还有堂堂望祖 Aan 去吧 但是不要去玩水 也别跑别地方去 要是敢乱跑 我打端你的腿 不会的 我就去何君家里玩 很好 那你们去吧 那你等会给风叔叔 堂堂跟我玩呢 行行行 何君家的村子不远 孩子们去的途中 正好能经过张叔公家 堂堂下意识停下来 朝着张叔公家的院门走去 堂堂 你要去哪里呀 我们不往这边走 这边是叔公家 堂堂要看叔公呢 叔公 叔公 堂堂来了 咦 没人吗 可能出去才要呢 嗯嗯 可能不在家 走吧 先去何君家吧 好哦 几人往何君家去 他家奶奶招待孩子们 来来来 孩子们 吃番薯 谢谢奶奶 你们好好玩 好的 只是在和奶奶出去后 屋内却传来一道厉害的声音 败家的 我还没死呢 整日里 何君 谁在说话 没事 是我太奶 她就这样 原来是这样啊 家里有点吵 哥 我带你们去玩 我知道有个好玩的地方 很好 何君哥 你太奶在骂谁呀 为什么一直在骂 是有什么矛盾吗 骂我奶奶呢 至于家里的矛盾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我太奶就这样 不能走动 整天坐在床上骂人 原来是这样子啊 何君 你去哪里 我跟我同学去玩呢 不许去 为什么 来干活啊 之前不是说了 让你干活吗 可奶奶说了 不用给你们干的 你们家的事情自己解决的 不行 你必须干 何君 这人又是谁啊 我堂哥和堂姐 何君说了不想干就不干 他爸爸妈妈都没让他干 你凭什么让他干啊 对 凭什么 你们谁啊 我们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们管了 就是啊 我们跟弟弟说话 你们是谁 却又管我们的事 你们不许说我同学 这是我同学 之前跟你说过的 帮我割猪草 你不干也得帮我干 何君 咱们别理他 咱们走 对 别理他们 要是他们敢打你 咱们跟你奶奶说 对 让大人教训他们 打他们 那我还要跟太公说呢 到时候让他打死你 我 我不会帮你的 你再说 我就告诉我奶奶 小兔崽子 你等着 那人是你堂哥 怎么那么坏 我知道堂哥坏 我平时也给他们干活 因为不干活的话 他们要欺负我 我也说过给奶奶听的 但是堂哥奶奶更凶 还说是小孩子 这事情就这么算了 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你了 下次他们再这样 你就告诉你爸吗 对 告诉爸爸妈妈 让大人教训他 爸爸说过 遇到事情 要告诉爸爸 也可以告诉两个奶奶 让他们帮忙的 他们欺负你 堂堂帮你 帮你打他们 我 我没事 咱们先去玩吧 不用管他们的 那好吧 咱们去地里吧 有三月炮呢 好呀好呀 你们跟我来 我知道一个地方 有很多很多 跟我来 哦好 是那里了吧 没错 就是这 哇哇 好多呢 和君哥哥好厉害 来 堂堂 给你吃 哇哦 谢谢望祖哥哥 堂堂 我也给你摘 你等着 好哦 也谢谢嘉诚哥哥 不一会 几个孩子就给堂堂摘了好多好多 而堂堂则跑到另一边有所发现 这边 这边 好多呢 你们快来 真的吗 堂堂等等我们 马上来 哇 真的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 堂堂你真厉害 嘿嘿嘿 而正当他们准备采摘时 何超他们又出现了 谁让你们来这里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来这里 这又不是你家的 凭什么你说的算 山里头生长的这些野果 可没有归属权的 特别是这里野草多的地方 这么偏 更不算归属权 堂哥 这不是你们家的地吧 我可不管 这是我先看上的 你们赶紧滚开 不然我不客气了 你想干什么 我又没摘你的 这又不是你家 我们先来的 今天我就不让你们捡了 给我滚 听见没 今天我们就不走了 你小子敢跟我动手 不许打何君哥哥 我说你们不许欺负何君哥哥 死丫头 你给我滚开 堂堂生气了 你敢打我 我又没打你 我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你而已 死丫头 你找死 堂堂 我拖住他们 你快走 堂堂不走 我要替你报仇 你打堂堂 还打何君哥哥 你是坏人 你是坏人 放开我 我拖住你